强壮下一代的建制宝 提醒您本期看点 北京的霹雳妈妈 这个还是空着的 十分钟之前 这个圈子就是这样的 十分钟你干嘛了 加上随性的爸爸 赶紧的 一家人化学效应爆棚 父母迥然不同的教育方式 南辕北辙的脑回路 我们说天天给你妈吃东西吧 每天天给你妈吃东西 我俩接你 我们的孩子能适应吗 广告之后 一起进入放学后 放学后官方合作伙伴 二法弹 孩子的人工智能 学习助手 建制宝 放学后 下节更精彩 建制宝 放学后 现在继续 建制宝 强壮下一代 放学后官方合作伙伴 二法弹 孩子的人工智能 学习助手 全国有千千万万的小学生 他们在放学之后 有回家做作业的 正式长安 有参加兴趣班的 有在外面玩耍的 亲子时光如何度过 作业学习又怎样辅导 这是家庭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接下来我们把摄影机 对准一些家庭 真实记录他们的点滴生活 一起思考学习 共同建造我们优质的亲子关系 和我们一起进行成长观察的成员有 成长观察团首席观察员 四岁男孩 木木的妈妈 用心教育的杨乐乐 爸爸妈妈都应该各司其职 互相配合 那么其实呢 给孩子带来一个更好的示范作用 冯旭幽默又提倡开明教育的 傅春生 他就是游泳冠军 傅元会的爸爸 那我呢 因为就吃吃草 就可以了排在最后面 张鑫 九岁女孩的妈妈 作为歌手的首发嘉宾 以一首写给女儿的歌 感动全场 一直看着你 站你旁边二十分钟 妈妈 以及在教育行业 实践研究了十五年 深度接触近三万个家庭的 知名成长教育专家 蓝海 孩子是一个整体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阶段 他需求是什么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 由儿童太健康领军品牌 建制宝独家冠名播出的放学后 今天在我们现场呢 也来到了一对父母 首先欢迎到的是 张逊龄的爸爸 张金涛 大家好 我是张金涛 还有我们美丽的妈妈 郝玲玲 大家好 郝玲玫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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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让 nost~! 我们的节目组的导演 给你封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号吗 听说了 霹雳妈妈 你怎么解读 我很温柔的 是吧 我怎么听到爸爸冷笑了一声 不是吗 没办法呀 终究得有一个人得要让着一点 最开始你们俩在一起认识的时候 找妈妈就是这样的个性吗 对啊 你管如此 你还是比较温柔的 那爸爸现在都说出来了 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反正这是他们可以剪的 是吧 富爸爸 你在家里面 如果要给你一个人设 你是什么类型的爸爸 我是什么爸爸 我是奶牛型的 就是吃进去的是草 洗出来的是奶 对 所以要问你们家庭成员地位的排位 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家里可能小富是排在第一 他是最重要的 那我呢 因为就吃吃草 就回了排在最后面 那你呢 我呀 我觉得我们家好像我是第一 真的 那你太厉害了 好 那么刚才其实了解了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父母之后呢 我们特别想深入地了解一下 他们的这个家庭状况 平时在一起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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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家里好暖和呀 终于可休息一会儿 终于可休息一会儿 给你拔橘子 来 别喝这个了 吃橘子 没那个眼睛 我的天 去写作业吧 去写作业吧 我还吃 你吃写作业吃 我还吃 为什么 你去写作业给你拔两个放到你书桌边上 你不吃 那我就不吃 这个电子产品绝对现在已经侵占了我们小孩全部的心了 其实对大人也一样 大人也一样 一样 快去拿书包进去写作业 我又要生气了这样一年 快去 就十分钟了 还挺乖的 说进去就进去了 他还是很愉快的一个孩子 快来写作业 看哪儿呢 赶紧看你姑娘写作业 一段片子写了一小时了快 今儿又哪儿不会啊 爸爸 爸爸比较喜欢叹气 我怎么一到这你就能发现我呢 赶紧写快点 你写不完别吃饭 我要先尝尝我烤的鸡翅了 我尝吗 你要再晚出来就没了 就我跟你妈一人尝点就没了 味道不错 你们家会提前吃饭吗 不等他出来 该做的这个东西要做完了才能出来 我做饭越来越好吃了 手艺有进步 值得表演 但是因为你做太难吃了我不想吃你做的 不要找我做羊蝎子 不要找我做红烧肉 你不给我做给谁做呀 给前方做 我俩都吃完了 你还没吃完 吃完了 不许做 该干嘛去 干嘛 洗手去 你那么半天不洗手就吃 我也没洗手 随你啊 这是两个标准啊 双标啊 奶奶蒸的馒头 很好吃的 妈妈卡的鸡翅 够好吃 够好吃 爸爸说做羊蝎子 只给你做不给我做 那我也不吃了 我天天给你妈欺负你爸 眼睛眼睛看见我俩欺负你了 你吃的比我俩都烫 好 对了跟你商量个事 寒假集训有一个拉丁舞班 之前你不学拉丁舞吗 好 八肥腾不学了拉丁 咱再开始学吧 好 爸爸怎么那么勇气 贴心那么高 我又帮你帮她 她没帮她 这不商量的吗 多少钱 一次300还是500啊 我忘了 你得算她 全门东西营 六千 然后再加上我那个开药的 那个五千多 花那个信用卡那五千多 然后再加上去 你们会在孩子面前 不是很忌讳谈到这个钱的问题 对吗 但是不经常谈 我们家先会和她父亲商量 然后再跟我的孩子谈 要不投票 就是投票也是2比1 知道吗 永远都是2比1 你吃饱了吗 没 快点吃 吃完了又护食 来 爸爸也蛮幸福的 就喜欢斗嘴 真的交流方式其实也挺有趣的 你不知道她心里苦着呢 苦不苦 必须苦啊 首先你看 我得哄着这个大的小孩 然后还得带着那个小的小孩 一直这样容易吗 你很高兴和我吗 这不是幸福 对啊 就是大小的事情都不需要你决策了 其实挺好的 你就撒一边 其实我想决策了 所以爸爸你觉得你这是一种爱的方式 对吗 应该是的 因为他比我大 大几岁 大六岁 大六岁 对 我以为大16岁 大16岁 其实我刚才还观察到一个细节 当你们说到这个兴趣班拉丁舞的时候 妈妈说来投票对吧 但是那个是投票吗 那个投票有意义吗 有 民主的 民主的 爸爸一直在摇头 我想问一下爸爸 民主吗 有限的民主 说说的权利在于我 听不听 在于我们家领导 对 在于民主 但是会有一个小问题 是不是孩子也会学呢 孩子也会参与去沟通 他觉得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会跟我沟通 待他学习的时候 他会找爸爸 他完全能够知道 什么事 找谁 对他好 对他有利 对吧 所以给你们提供一个小小的方法 当要做这样兴趣班的这种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前有个积分表 孩子的兴趣占六分 要花多少钱 我们能不能承受占两分 时间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了我们其他的事 占两分 然后大家打分 超过一个八分的 那我们去 以孩子的兴趣为六分的话 我想大概会百分之百通过 到八分这事儿他们才能做 所以要把话语权给到你的 那这个事情也讨论了 饭也吃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做作业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呢 你去吧 等一下 我都说了半天了 咱从十五分钟一直说说说 说到多长时间了 好了 你说学卷子写了吗 我说学卷子不写完了吗 你妈跟你在那里卷子 快点 痛快点 玩的时候那么厉害 你这样写点作业怎么费劲呢 我不想给你作业 他自嗨在哪 太真实的情况了 切香皮 什么情况 二十分钟怎么才写这么几个 干啥 我看一下 185乘以30等于555 干啥 这躺什么呢 我这些卷子都弄过了 你来快点我看一下 英语卷子上是忘交的 真的 把抽屉打开 打开了 这样子 检查过的 等会 这是啥 这都是啥 这都是啥 被我剪碎的 什么橡皮能被你剪成这样 妈妈火吗 看到这个 火大的瓶 我刀 刀在屋里呢 那是吗 对 刀给我 刀给我 为何 刀给我 为何 快点 快点 我觉得它逗你呢 你看这表情 赶紧把瑞士追写了 你这两面画的根本就不对称 你这怎么打 A点在哪 这儿 从这儿到这儿多少度 二十五度 二十五度 那这个角度多少度 萌萌应该去哪个凳子来坐在别的地方 不要站在 你们没什么 细缘写的 细缘写的 细篇北 有这个词吗 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就是细篇北 那你把细篇北写对了 那个角 嗯 还有十分钟了 妈妈怎么又来了 对 这条件怎么还是空着的 十分钟之前 那个卷子就是这样的 十分钟你干嘛了 那我就坐着盯着你 爸爸在这儿慌了 不至今 我就坐着盯着你 看我盯着你 什么时候 这样盯没用的 你玩手机 他做作业他怎么做的姐 我们小夫小时候做作业 我都陪在他边上 绝对不会玩手机 不会看电视 就陪着他一起做 九十除以十五能等于八了 不是 刚才我在这块上去列了一个 九十除以十五等于几 九十除以十五等于六 你自己算完了写的六 你上去又十八 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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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在那儿想 想什么呢 我在想我要不要进去 缓和一下他们的气氛 知道这个巧算怎么算了吗 先算哪个 先算那个三 三乘七 快点 看我干嘛算 陈皇口觉不会背背 这是你想的招 是吧 洗个东西 等了半天 没你什么事出去 没你什么事出去 喝口水去 然后给妈妈也倒一杯水 给妈妈倒一杯水 别理我 喝了 喝了 好了 喝的不会好 吃 我不吃 你看你老公都给你送东西进去了 都让你赶走了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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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让我过来 那我叫谁 把草莓拿过来 你叫我把草莓拿过来 你说拿过来干嘛 为什么草莓那么硬 不知道 你买的 我买这个我吃了 干 妈妈是不是每一次辅导作业都是这样的情况 是 所以后来我尽量少辅导 一辅导作业他就那个叫爸爸 你们俩不能够换一个角色吗 就是爸爸去辅导 爸爸辅导总出错 很无奈 我们小时候一年级开始 我就陪着女儿一起做作业 那我当时的目的呢 也不是陪她把那个作业做完 我是要让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不要浪费时间 即使没有做完 你也不能做了 一定要睡觉了 那么她第二天去学校就交不了作业了 最后小妻小妇她每天的作业 她在那个课间的时候 她还是利用那个十分钟的时间 把它补起来的 她没有欠一天作业 我觉得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 就是我也有孩子 我也经历过她不好好写作业的这一阶段 后来我们用了一方法 我们会问她 你是打算七点三十写呢 还是七点四十写 写什么 你自己选 她就会觉得她受尊重 主动性就出来了 对主动和被动是有极大的区别的 对 就是我们去看整个一些数据会表明 孩子在小的时候 确实是妈妈对于孩子的影响大 但是有一个分水岭 9岁以后 爸爸对于孩子的影响就会高了 然后到了青春期 爸爸是孩子连接和家庭到社会 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 但是我其实觉得 在他们家 爸爸并不是没有管 对对对 爸爸还是蛮体贴的 一切都在爸爸的掌控之中 其实 当她有时候气急的时候 她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她会说去管你们家闺女 然后那时候 我就会进入到管理孩子的节目色里 我发现所有的妈妈在说孩子不好 都会说你看你女儿 爸爸一回来说你看你姑娘 都是说对方 而且今天爸爸多维护妈妈呀 因为知道回去日子可能不太好过 这是重点 一凉我们知道今天也是十岁了 但是听说晚上睡觉还需要妈妈陪 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烦恼 是不是 是这样吗 张晓涛 咱们刹两件事 说 你姑娘自己睡 妈 不要 我不要 你过来 我问你个事 过来 大号 哪个小朋友不自己睡 去洗吧 快去洗吧 妈妈扛给我呗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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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哪个小朋友不自己睡觉 你都十岁了 我就不自己睡 要不咱俩把它搬过去 搬 行你早给它搬过去 抬过去 抬 好 回自己床上睡 今天的床上试一次 你床上可舒服了 你试一次 自己睡一次你就知道舒服了 抱着你 你想抱哪个娃娃 快 躺下 要不我把你那小老虎拿过来 哪个小老虎 咱床上的 好 好 你等着就给你拿去 快点睡 我要关灯了 嗯 来 你的小老虎要哪个 小老虎 抱着吧 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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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明天能更好吗 嗯 好温馨啊这句话 弑通看 我拍的不是我 而且偷看的还有点 叶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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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睡觉 那得把平板放在我 得听到故事睡 平板 睡觉还要平板呢 听故事睡觉 睡觉还听故事 对啊 听故事能睡着吗 能啊 快点睡 你一直盯着我睡不着 我不听你就能睡着是吗 对 那我出去了啊 出去的时候 顺便把门关上一点 留点缝出来 好的 这样可以吗 可以了 好五分钟啊 这个时候离他上床 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720分钟了就是 20分钟你去嗨了10次啊 爸爸都要睡着了 这可能折腾了半个小时 都没睡觉了 睡觉还睡不着呢 你门打开里面很亮了 他怎么睡得着 你还在那里咬 行了好远 咱就把他带回去睡觉去 那你去大床睡 要把妈妈抢走了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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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是遥遥无弃啊 其实分床这个历程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爸妈就是会有焦虑 孩子就得慢慢适应 也是得给他时间 只不过你们能晚了一点 你们晚了他10岁 所以你特别害怕他第二天耽误学习 以前一直是跟老人一起 对 所以的话他一直是跟我睡的 然后后来我们分开了以后 就觉得应该是孩子自己独立睡比较好 但这个时候 试验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 这好像没什么问题的吧 我们小夫进省队 以前一直都是跟我们一起睡的 但是进省队以后 他难得回来 他还是要跟妈妈一起睡的 但是他有一个习惯 从小有个毛巾要这样摸摸摸的 现在你看他身上还挂一个袋子 是他妈妈给他做的 那个茅台的边上拆下来 我和他讨论过这个事情 我说你现在还这个东西不大好 他说有这个东西在 我这个手就有地方放了 对 我就有存在感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 我感觉很无聊 但是你知道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我是先陪我女儿睡 她睡着了 我就去睡了 半夜两点多 站我床旁边 看着你 马上很黑的 就是那种一直看着你 站你旁边20分钟 妈妈 你会觉得很痛苦 然后你起来以后把他带回房间 继续陪着他睡 好了以后 你再回房间 我就睡不了了 你们懂吗 这个有没有就是说的 小孩一个人睡一定是对的 还是跟大人睡一定是错的 我们不能够紧紧的 从他睡觉这件事情上面来去看 他到底应不应该分床睡 对对对 因为孩子是一个整体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阶段 他需求是什么 对 其实人在这一生当中 都在寻找自己的一个安慰物 有的可能是毛边边 有的是背筋 有的是他手这样一握 他就觉得我很安全 其实能够找到 带给自己这种安慰的力量的东西 我觉得是人生非常幸运的事情 所以父母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要让他剥离 就代表他很独立 不是的 其实我觉得小孩子 如果说跟妈妈睡的话 其实有一个好处 他有一些心里的话 会跟你谈 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一个空间 以后也不用跟他抢妈妈了 必须得抢 总之在这个家庭当中 我觉得爸爸妈妈都应该各司其职 互相配合 那么其实给孩子带来一个更好的示范作用 营造更好的环境 对于孩子来说 会有更好的一个自我的成长 那也特别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爸爸妈妈 也感谢我们的成长观察团 好 感谢各位收看 由儿童台健康领军品牌 建制宝读家冠名播出的放学后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A点在哪 从这儿到这儿多少度 怡玲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非常负责用心 而怡玲敢于表达的性格也值得称赞 这是给我切碎了的小屁 我们相信父母用正确的沟通方式 孩子才会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把这口吃了 祝福怡玲的学习进步 祝愿这个家庭美满幸福温馨 两孩家庭有烦恼 姐妹争宠怎么办 她就给妹妹买好的 不给我买好的 我真的很内疚 一个外婆怎么分 一碗水如何端平 下周一同一时间放学后 我們下周一 sudden 《書28》 《書28》 周一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